由此一来,谢霄处处相让,难免落了下风,中了阿瑞好几拳 住手 一个清澈的女生赤鹤倒 温生,阿瑞身子一僵,手停止在半空 谢霄推开两步,愤然用手背蹭了下嘴角的鲜血 披了眼赶来的尚关西,没好气地说 这次是不是疯了,他和老子有仇是不是 尚关西赶到谢霄面前,瞧着他鼻青脸肿的 嘴角眼角,均被打得开裂 虽都是小伤,但在谢白里面前,无论如何是遮掩不掉的 他转向阿瑞,面容冷峻 伸手便重重地甩了他一击耳光,怒则道 是谁给你撑的药,让你感对少帮如动手 来了这下,阿瑞半边脸高高肿起 却只低垂着头闷声不语 对少帮主不敬,以下犯上 帮里容不得你这样的人 现下你就收拾东西,离开本帮 尚关西里声道 姐,这个,是不是 听他的处置,谢霄觉得有点过了 不过是打一架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阿瑞没走 抬起头来,双目定定地望着尚关西 双膝缓缓地跪了下来 我错了,请唐主则法 三刀六动都使得,就是莫让我走 尚关西看着他,心血混乱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好歹是条汉子,你 欣笑万万料不到他竟然会跪下 姐,我们俩就是闹着玩 哪有什么以下犯上 行了行了,少帮主我说话还顶用吗 尚关西没好气地瞅他一眼 谁敢说你说话不顶用啊 那就行 喜笑黑黑地笑着 起来吧,笑不为力哦 阿瑞纹丝不动 尚关西只好说 既然是少帮主发了话,你就起来吧 只是若有下次,我再难容你 阿瑞沉默着起身 望向他的目光似有哀伤 但很快便低下头,默默离去 直至他的身影消失 尚关西才转向谢霄,皱眉道 他平日从不轻易和人动手 到底怎么回事 谁知道啊 我就说了一句我要取金像 他就急了 谢霄嘴角火辣辣的疼 尚关西从头到脚宛如被拾化 愣了好半晌,才缓缓地问 你,要娶原姑娘 是啊 谈这种事,谢霄难免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我看那一个姑娘家 在宫门中吃亏得很 不如把她去回家算了 哦,如此,我还有事 尚关西再说不出话来 匆匆急不走开 收来也齐 陆一给的药闻着刺鼻 敷到伤口上 却是冰冰凉凉的 甚是舒服 今下原旧发着烧 陪着杨月折腾这么一遭 又强打着精神 应付了刘向左和陆一 但回到自己厢房 已经是头晕眼黑浑身乏力 和一往床上一躺 直即陷入昏睡之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她口渴难耐 转醒过来 室内黑漆漆的 只听到外间的雨下得欲发紧 她挣扎着起身 踏上鞋摸到桌边 连灯都懒得点 伸手往草边小筐里 区区宽度瓷糊 海飞倒水 便听见外间的雨声中 夹杂着脚步声响 忧远及近 她愣了一瞬 脚步声正停在她门外 与她仅仅隔着一块门板 她甚至能听见 外面人重重喘息的声音 是个男子 门被推了几下 里头上了栓 推不开 紧接着是口门声 还有特地压低了嗓门的声音 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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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 怎么会是她呢 金笑赶忙起身 拉开门栓给她开了门 这才发现 杨月并不是一个人 她的背上还背着一位姑娘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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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翟兰叶 你 你 你 金笑惊讶至极 你怎么把人给弄出来了 继续再说 杨月背着半昏迷的翟兰叶进了屋子 金笑赶忙眼上门 又替她接过伞 抖了抖水 搁在屋角 侧头看见杨月把宅兰叶轻柔地放在床上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再怎么惦记她 也不能把人给截出来啊 咱们可是棺材 又不是强盗贼人 金笑又急又气 声音也不敢大 就差距掐着杨月的脖子 上头知道了 肯定要打断你的腿的 你听我说 杨月脸上全是水 抹了把脸 压着嗓子说 她寻思投合 被我捞上来了 啊 金笑一愣 看向床上的宅兰叶 她投合 会不会是被人丢进去的 杨月湿漉漉地在圆凳上坐下 又抹了把脸上的水 不是 我亲眼见着她 三更踩过 她一个人出来 一直走到河边 站了一会儿 就往下跳 你一直守在她家外头啊 鸡下看她 杨月不自在地说 爹爹歇下之后 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又睡不着 你先替她把十衣裳换了吧 我担心她受凉 鸡下拿了自己的衣裳 费劲地替昏迷的展览叶 换好衣裳 再看看她 她太了解杨月了 你 是不是不打算把人送家去了 怎么能送回去 万一她又悬死怎么办 杨月急到 她杨家根本就不管她的死活 那也未必啊 她要拿她转营生 怎么会不理她的死活呢 鸡下叹了口气 哥哥 不是我不想帮你 是没这个理啊 你救了她 你应将她送家去 劝人好好照顾她 你怎么能直接把她带回来呢 杨月怒道 难道让我看着她再死一次啊 下次我还能不能在旁边 还能不能救到她 今下烦恼地撑着额头 半上才问 那 那你打算怎么办吗 我 我就是想来找你商量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不能再把她送回去了 杨月斩钉截铁道 那会毁了她的 我说哥哥 你 这 这天一亮人家就会发现 她不见了 你莫忘了 她养家是扬州之府的小舅子 走失了人 请回山马甘休啊 万一被她发现 是我们私藏了人 随便扣个拐带绑架的罪名 你我都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哥哥 你还得想想头怎么办 尖线一口气不带歇地劝她 最后焦急道 况且 咱们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藏她吗 听把她的话 杨月闷头半晌不语 最后猛地站起身 她在这里会连累你 我带她走 哎 哥哥 哥哥 你坐下 你能去哪啊 今下好不容易把杨月按住 让我再想想法子 总会有法子的 杨月泛难地看着她 等等 你想送她走 这事压根就没问过宅姑娘吧 今下正色道 宅姑娘愿不愿意走 你都未有把握 万一她醒了 仍要回杨家去 怎么办 看向床上的宅兰叶 杨月蒸蒸的 还有 你连她为何要投合自禁都没弄明白 就这样让她走 万一她到了姑苏 仍是要悬死怎么办 今下又说 杨月不安倒 不会吧 她的心思谁又知晓呢 今下听着外奸的雨声道 这还得过些时候天才会亮 你把它弄醒 有些事总得弄明白才能去做 否则我们也是白忙一场 杨月迟疑了片刻 点了点头却说 你去换她吧 我快都大 只怕会吓着她 今下暗叹口气 碎醒到床边 轻碰宅兰叶 换了她好几声 起料她总是不醒 今下无法 拿大拇指 用力在她人中掐下去 听得她英明一声 悠悠地转醒过来 宅姑娘 你醒了 生怕吓着她 今下语气 尽量轻柔地对她说 室内昏暗 宅兰叶用了好一会儿 才看清今下 却微信出她来 迷惑道 姑娘是 我是六扇蛮大 渣姑娘你风采头盒 被我们救上来了 今下将她扶起 靠坐在床上 渣姑娘 你可是受了什么委屈 我 你们何苦救我 就让我这么 去了不好吗 宅兰叶 滴滴叹道 好端端的 为何要寻死呢 姐姐你生的 这般好的相貌 多少人相貌 还来不及呢 怎能还想不开啊 这相貌又有何用 她的手 缓缓抚上自己的脸 怅然若失 我等了她三年 一直等着她来接我 可她终究 还是看不上我 她 莫非就是 那位京城里的公子 感情宅兰也不是 被人欺负了 而是为情所伤 还有人会瞧不上姐姐 这眼镜也太高了吧 今下留意她的神情 不做痕迹地 谨慎打听道 是谁啊 是一般没福气 沾浪叶雀低下头 只是一声不吭 眼见逃不出话来 今下也不气馁 仍旧劝 姐姐 我年纪比你小些 但在宫门中 这些事看得也不少 我劝你一句 不管是她看不上你 还是你看不上她 都是你们之间 没这个缘分 缘分这东西啊 咱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你说你就为了 这个东西投合自尽 也放不上是不是 况且 这东西有时候 也说不准 这时候不来 或许过几个月几年 说不定她又来了 你这会儿着急投合 是不是太冤枉了 札朗叶指着她的花 你不必再去 你要说的话 我都知晓 我既已死过一次 自然要看得开些 你安心吧 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今下放了心 在屏风后 听见的杨月 也按了心 那即使如此 姐姐可还是要回杨家去 今下问 我这样的人 说不回去 还有其他可去的地方吗 札朗叶滴滴 手搅着衣裳 你们一定看不起我 是不是 觉得我这样的人 与青楼女子园是一样的 哦 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今下连忙说 我和大阳都没这么想过 真的 大阳 你投合 是大阳把你救上来的 今下朝外见换当 大阳 你进来吧 杨月捧着灯 转过屏风 缓步进来 札朗叶认出他来 你 你是那日 替陆大人送香料来的人 其实他也是六扇门的捕快 只是陆大人看我们直尾低微 常使唤我们跑腿打杂而已 今下故作轻描淡写的 替陆一撇清 然后看着他负认真道 是大阳把你救上来的 他一直很担心你 多谢你 蓝叶无以为报 宅蓝叶望着杨月 被他这么一看 杨月紧张得 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割 脸都占红了 不 不是 宅姑娘 我不是为了要你报答 我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你千万别误会 我只是担心 你被人欺负 今下提他说 他不放心你 生怕有人欺负你 生怕你还会悬死 所以救了你之后呢 就和我商量 想把你偷偷送走 离开这儿 离开你的养家 到别处重新过活 真的可以吗 宅蓝叶搅着 心口处的衣裳 语气中 隐隐透出期待 今下迟疑 这试探问 姐姐 你当真不想回去 宅蓝叶摇摇头 说是能选 谁会想过这种 让人待价而孤的日子 况且 在宅家一天 又怎离得了他呢 听了这会儿 眉头深皱的杨月望向今下 今下已知其意 半息口气 心知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姐姐 你先歇会儿 我与他仔细商量一下此事 今下绕出屏风 烦躁地在室内来回躲步 在扬州本地要藏得住人 自然最好是找上官西帮忙 但眼下他们刚结了杀修竹 加上与修合款一案有牵连 不能再给人家添事 可宅蓝叶这事 听他和大洋根本压不住 须得找个压得住场的人 头 不行 他不光会把宅蓝叶送回家 回来还得打断杨月的腿 刘向左也不行 那家伙是个怕惹事的 根本不用想 陆毅 今下深吸口气 回想着陆毅和自己说过的话 札姑娘的事情 你不要再理会 那不是你能插手的事情 显然他知道 宅蓝叶背后的人 并且他不愿插手此事 见他停下脚步立在当地 杨月满怀期待地问 怎么 你小的法子了 你在这里等着我 今下朝他道 拉开门就闪身出去 一道闪电裂开 紧接着是一连串的炸雷 雨声下的雨发起 陆毅睡得并不安稳 犯了个事后 夹杂在雨声中的某种声音 让他敏锐地睁开双目 无声无息地翻身而起 进入戒备状态 门栓正被一点一点地挑开 记忆竟然不错 几乎为发出任何声响 尽数挑开门栓之后 门被推开一条小缝 一个身影侠带着某某水汽 飞快闪身进来 几乎在同时 早已等候的陆毅 迅速且猛力地将来人压制在墙上 一柄雪亮的短匕首架在他的脖梗 四目相对 距离如此之近 彼此都有些争竹 你 嘘 大人 你小声点 我有事找您商量 今下本来想搭手势 但碍于匕首动弹不得 陆毅收起匕首 推开一步 忽疑地盯着他 想找我商量事情 用得着鬼鬼祟祟溜进来吗 我也是没法子了 今下话才说一半 愣愣地看着陆毅 将手附上自己的额头 他的手还是暖的 还好 烧已经退了 他收回手 紧接着又瞪了他一眼 若是早用我的药 根本就不会发烧 那药肯定不是一般的贵 今下心中暗寸 大人 不能点灯 眼看陆毅去拿伙食 今下连忙阻拦 陆毅默默地放下伙食 无奈地调侃 你是要商量做贼 还是挖梅奥 心里着实忐忑得很 今下犹豫了片刻 才不安地朝他说 大人 赛姑娘夜里头喝 被大羊救了回来 现在 在我屋里 陆毅静默了片刻 在开口时的语气 已经没有方才的轻松 我记得告诉过你 宅姑娘的事情 不是你能管的 被知记得 可是 总觉得若是把他送回去 他还会再宣死 到时候 就未必还有人能把他救回来了 陆毅冷哼了一声 哼 是杨越舍不得送他回去吧 大羊可不是被美色所获的人 今下忙解释 他就是觉得 宅姑娘特别可怜 可怜的人多了 只能往城郊西边去 刚被东洋人吐过的村子 可怜人要多少有多少 陆毅冷冷地说 话是这么说的 可总不能把宅姑娘 再往火里推 是不是 他在火里待了这么些年 也好端端的 这会儿要你来操什么心 今下漠然扯下头 他意识到自己想说服陆毅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身为简衣卫 又是陆饼之子 他的心肠早就坚硬如铁 怎么可能给他说动呢 宅姑娘背后之人 是京城里的大人物 是不是 他轻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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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姑娘